第一個的話,你們可以在雲端白板上面找到 這個資料是名稱叫IE物件下載氣溫與降雨量這一個講義 然後裡面的話第一個就是這個連結 就連到那個交通部的中央氣象數 以前叫氣象局現在改叫數了 所以你看,我剛剛才看到,原來這個名稱改了 它已經升格了,成為數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這個裡面的資料抓回來的話 那我們剛剛已經有分析了 所以第一個知道說它的這個網頁 我們上次有講到就是按右鍵檢查的時候 我發現它這邊的table,這個網頁裡面的table 我前面講過,你可以Ctrl F 然後把table前面加一個小於符號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網頁裡面基本上只有一個table 所以不會有其他的 那當然第一個,我就先把這個table抓下來 那第二個的話,它抓什麼 那如果你假設你沒有很熟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先去分析一下裡面的東西 那裡面的東西你會發現 它基本上反正你就找table table跟tr OK 再來的話就是 剛剛講的th跟t 其他的話暫時你不知道沒關係 因為 我發現大部分其他資料應該比較無關 那比較有關的就是tr 所以 我們先把table抓下來 所以這個table,它應該資料都在table裡 應該沒錯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再把tr抓回來 tr的話 它這個第一個tr其實就是上面這個藍位名稱吧 然後底下的tr的話 就是它的資料放的位置 所以再來的話就是這個tr 然後它的結構一定是 這個是 先淡水有沒有 那結構一定是先th 後面的話才是帶它所有的td 所以我如果知道這個規則的話 我們按部就幫他看 所以 第一個的話 我先run一下 因為 這個難度比較高了 所以我把它拆分開來 第一個階段就是 你們可以從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幾頁 第一頁看到這邊有個 下載氣氛用IE物件 那01的話是 第一個step 那裡面的話其實我做比較簡單 我把它拆分開來 那你說老師那為什麼一定要IE物件 你不能用之前講的那個什麼XML HD物件 跟各位講 不行 因為它這個網站有保護 它好像只要偵測到是爬蟲 不是瀏覽器的話 那就不給你資料 所以 現在有蠻多網站 其實也都知道說 有人會爬我的資料 所以它如果不是一個瀏覽器的話 那我不給它資料 除非它是一個瀏覽器 你說老師那為什麼 這個IE物件它是 它可以給你 因為其實IE物件本身背後呢 就是在跑一個瀏覽器 那有一點 怎麼樣 模仿就是說 我們真的有一個人 去打開了瀏覽器 但是呢 它的瀏覽器打開的時候 預設是 不給你看到的 所以 IE物件 預設有個屬性叫visible visible的屬性 因為 大部分都是等於false 就是不要看到 但是你也可以把那個 IE瀏覽器打開來給 看到 OK 今天要跟各位講過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階段 就 這個 下載氣溫的IE物件01 那裡面的話 我們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 好像上個禮拜有run過啦 基本上就是先抓 所以我先run這個一下 執行一下 那一樣 它會等個三秒 然後呢 再把資料給抓回來 那我其實抓 沒有全部把它分開來 而是我先第一個 先create一個object 就是IE物件 然後呢 連結到那個 中央 這個 應該氣象署的 網站上面 所以後面這個其實就加上它的網址 然後 停一下 為什麼要停一下 因為主要 那個網頁資料如果沒有抓下來 沒辦法去抓 因為它等於還在roll的時候 你就去抓資料會抓不到 所以以後 一種可能性 如果你 它那個網站在塞車的話 可能你這個數字 也許可以把它加大 不然的話可能會漏一些 如果你假設漏資料 或者抓不到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數字加大 OK 那底下的話呢 就是說它 會把資料抓下來 我們再 去從這個IE物件裡面的那個 有一個 紙物件 叫做.document 有沒有 那.document 其實裡面放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 網頁的原始 OK 所以如果我從網頁 網頁原始嗎 裡面要抓資料的話 抓什麼資料 抓table 有沒有 那其實語法都一樣 get elements by technique 我要抓的是table 而且後面記得要加一個 小瓜糊鈴 為什麼 因為裡面 它只要是get elements 這個前面一直 特別特別強調 它一定是 一個 陣列 所以如果你假設沒有加 小瓜糊鈴的話 那指的就是 所有的 可能有table 可能有兩個 那你就 這意思是指兩個 那如果要哪一個 我要第一個的話 那記得一定要 小瓜糊鈴 OK 所以 這個時候抓到的 其實指的是什麼 指的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這一個 OK 就這一個 有沒有 所以我已經把這個 這一個table裡面的所有的原始 就包含什麼 就可以收摺 就是 這一整個 那把它全部抓下來之後 那我做什麼 放哪裡呢 放在這個 TBL 這個物件名稱的話 自己取啦 所以我就把那個table裡面的所有原始碼 就放在TBL裡面 所以TBL裡面放的什麼 就是那些原始碼 那我 把它抓下來之後呢 其實我們分兩階段好了 我們只要table刷下來 那之前我們是把 它裡面的原始碼放在rangeA1 不過我覺得算了 不用啊 反正我們大概知道 裡面的原始碼 那我要抓什麼 抓裡面的TR 所以下一階段就是把 這個TBL有沒有 特別重要 這個物件 後面呢在利用什麼 TBL裡面呢 再去幫我找TR 有沒有 get elements by take name 幫我把裡面的TR 就是每一列幫我找出來好了 那找出來的話 它一定是個負數啦 所以剛剛意思強調 所以它的物件名稱呢 我取名稱叫做TRS 所以裡面到底有幾列我不知道 可能有30列好了 那 TRS的話呢 就是0到29 就是負數 那如果我要把它一個一個抓出來的話 那我底下就跑個回圈 For I 等於0 到它的總共的長度 點在X就是總共幾個啦 看一下 總共這邊向下填滿一下 Ctrl Ctrl向下 26啦 所以其實應該這個數字 應該是0到25啦 你說老師為什麼要-1 因為它總共26嘛 如果你要0到25的話 那就是 把它的長度 它的長度多少 其實就是這個數字 26 減1嘛 為什麼 因為它從0開始 OK 那意思就是說 把裡面的所有資料 一個一個的帶出來 那帶出來之後的話呢 就把它分別丟到 這個 儲存格裡面 哪個儲存格 第I列 為什麼I要加1 因為I從0開始 那我要放第一列開始 那一定要把它加1 A藍 所以意思是說 第一列 放在A1 第二列放在A2 以此類推 最後放在A26 你說老師為什麼你這個後面要加上這個東西 要取代成0點 因為如果假設我沒加這個東西的話 有沒有這個上個禮拜好像有提到 它就會變這樣 就是 全部 通通都會用換行 OK 跑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裡面的資料 全部都把它塞到這裡面 然後這個底下 每一個資料呢 1月 2月3月 它其實後面都是加上換行 這邊也一樣換行 這邊也一樣換行 所以我後來想說 那我不要長這樣 我希望讓它長成什麼 就是把換行變成0點的話 那我上禮拜最後是有提到 可以用一個函數叫VBA 其實VBA 主要打的意思是說你點下去 它會把所有 VBA裡面的函數都幫你叫出來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取代 我要取代 我要把換行 取代成0點的話 很簡單 你再來一個VBA點 打一個replace就可以了 有點像是取代 取代應該大家都熟 應該熟吧 Ctrl H 其實如果在VBA就是打這樣 然後把什麼資料呢 把它裡面的資料 什麼資料 0點 把什麼資料 就是換行 換行的敘述蠻簡單的 你還是可以打VBA 如果你要抓VBA裡面的換行的話 它其實有一個常數叫V VB New Line 如果你不會拼的話 你打個VBA點 它好像會出現 VB 不過你可能要記 VB New New的話是N 有沒有看到 有了 有沒有 這邊會出現VB New Line 所謂的VB New Line 就是換行的意思 所以以後你如果假設 在VBA裡面看到 所謂的VB New Line 就是換行 OK 然後呢 你要取代成什麼 取代成 0點 0點的話就是 前後雙以後 中間加個0點 這樣的話就取代了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這邊加這個啦 主要是說 因為我不要換行 我要變0點 把它取代掉 資訊看看 看一下 應該OK啦 有沒有 各位可以看到 他就會幫我把什麼 裡面本來是 換行的 全部都變0點 所以可以看到 這裡面好多都是 兩個換行 兩個換行 OK 所以啦 當然這個時候呢 我們已經把 一整列的資料呢 通通抓回來了 所以啊 其實如果假設 你說老師 那其實這樣子 應該就夠了 我再來用資料 剖析 剖一剖也OK 是不是可以啊 看起來 這個 這邊應該是有規則啦 可是這個好像 它好像只有 鬥點一個 所以變成其他都是點 好像 比較沒辦法 所以啦 如果將來 假設第一關 你這樣TROK了 你就不用再往下做了嘛 可是如果不行 那你就要勢必 沒辦法 一定要再去解那個 TH跟TD的問題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我有把剛剛的這段程式嘛 放在那個 點 其實很簡單 因為你如果點下去的話 它會提示啦 可是如果你沒點的時候 它就不提示嘛 如果不提示的時候 有時候 其實說真的 很懶得記這些東西啦 所以我還蠻推薦各位 可以記一下 VBA點 因為VBA點什麼都有了 如果假設你說 老師那可是 我不太懂 這什麼意思 沒關係 你可以在上面 按一個F1 有沒有 VB Ninei不知道 按一個F1嘛 它總會跳出這個 其他常數 有沒有 這邊會顯示啦 有沒有 VBNinei 這邊 這邊有沒有跳 在這裡 有沒有 它跟你講說 平台特定的 這什麼意思 它其實換行的意思啦 一般是 就是 13跟10啦 內碼的部分 如果是在 那個 Mac上面的話 是13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呢 那麼 那麼 開始